今天岳教授我们不仅要谈美国 更要谈谈中国 还有一件大事 中共三中全会 二十节三中全会 今天是开幕了 同时我们先把一个GDP的数据来带给大家 上节目之前的数据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按不变价格是同比增长5% 如果是分季度来看的话 第一季度之前的数据是同比增长5.3% 第二季度是有所拖累增长4.7% 当然现在上半年是5%的话 全年要保持一个5%的目标的话 还是要努力的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到 全球都在关注三中全会 目前来说 有人做了一个预测 三中全会不会出台震撼性的经济刺激措施 但是可能会在发展新制生产力 财税体制改革 保障民营经济等领域 出台一些政策 包括我去看了一下 在三月份之后 各省区纷纷成立了一个叫做科技委员会 并由省委书记担任主任 大家可以看到 未来的可能低空经济 数字经济 生物医药都可能会获得支持 人事方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今年上半年 中国有36名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被查 如果大家去同期比较的话 增长是64% 可见这个打虎的力度打贪腐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我们把下一张图来带给大家 我想请院教授帮我们分析一下 100年前甚至50年前 许多人都认为中国要走和西方相同的道路 但如今全球都从中国的发展当中来看到 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只有一条 同时在和平共处原则7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 中国也宣布要成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了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不仅全球在看中国的经济改革 更重要的是 对于非洲国家 对于南方国家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请院教授帮我们解读一下 根据以上的这些信息 您会从哪一些角度来观察 这次被推迟的三中全会 我觉得三中全会是历年来就非常重要 那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拍板 改革开放开始 就是说对于大陆要了解就要了解 就有几个会议 就是这个非常重要 五年一度的就是涉及到这个领导人的 这个总书记的这个会议 全国会 这二十大什么会议非常重要 这五年一度 那二十大开始到中间的三中全会 是刚好中间 可以算是一个启动报告吧 那今年的推迟 推迟到7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举办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东西非常多 其中有三件事情是可以分开来看 其实他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我自己刚从我老家三中回来 我感觉到大陆的经济发展 就是快速成长的可能性不大 然后经济发展要看趋势 从5.3到4.7平均起来算是勉强凑上5 那么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经济放缓是一个趋势 所以说现在想尽一切办法要发展经济 深化改革开放是一个大家比较注意的名词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是经济要发展 但是经济发展的话 里面牵涉到非常多了 那么目前为止的重点就是说 鼓励民营企业增加就业机会 是一个方向 因为大陆目前为止 国际民出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那第二个部分三中全会 另外除了宣示深化改革开放以外 然后加强打贪反腐 这个可以说是从2012年开始 中国在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 最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因素 我觉得打贪反腐这件事情 并不是像大家一般在理解上讲 哎呀变严格啦 然后这个贪官抓不完啊什么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实际上是牵涉到 有这么一点哲学意味 就是说你在这个 他当然有这个 你在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中 你做很多事情 就是交给这个 由国营企业央企来主导 国营企业央企由谁来主导的 还是人啊 所以换而言之的话 你由这个人以个人的能力 比如说他是总经理啊 或是什么副总经理啊 来发展国家授予你的政经权力 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你首先呢 如果说你完全是民营的话 完全是民营企业的话 由你个人来负责 那么他牵涉到的贪腐问题 是你自负盈亏 这个问题可以作为抵消 算是一种冲销 可是如果你是国营企业 或是央企的话呢 你这个冲销的可能性呢 你要考虑到 你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你所有的实业的这种发展中 你的成本没有比民营企业高 甚至低很多的情况下 这里面多余的成本让你再发挥 很有效的情况下 你会感觉到这个企业慢慢 由国营的企业 变成你自己经营的企业 这之间的界限并不好分 并不好分 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说 所谓的贪腐的现象 就是某些人私下 比如说大舅子要做个生意 姨妈也要做个生意 另外的话 张三照四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是大舅子先姨妈第二什么的 那你在安排的秩序当中 这个里头讲起来 就是涉及到最根本 就是大陆基本上是一个 大陆是世界少有的 少有的就是有这种 既搞社会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制度上来讲没有理论的 我自己读社学 我最近读了资本论 资本论马克思没写这张啊 马克思根本没有写 社会主义成功以后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 这个名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中国特色 就是有中国特色没提到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问题啊 所以你这个的话呢 就是三出群会当中这里头 确实是现在的话你打贪反腐 后来出现揽政也算是 贪腐的一部分了 你就是该干不干的 有人讲说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每天的话呢 这个就是假装都很认真 准时上班 我啥也不签跟那个万历皇帝一样 啥也不干啊 是潮倒是上 但是签该签的时候都是做敷衍了事 每天就是就是这个 人家是以国家幸亡为几则 你是以领退休金为几则 那这样子搞的情况下的话 九日九日也不省退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的相对应是北方了 你看这个发达国家不都在北方吗 全球南方的意思就是 中国下定决心要干这个世界的 丐帮帮主了 丐帮帮主 这个词好 对就下定决心 原来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我很多朋友在上海 议题的就是这个逐渐好 洋人好跟着洋人干事好 要去美国好 要驾驭驾有美国国籍的 什么什么都可以 那现在不行了 驾给有非洲国籍的 哇塞这个改变不大 这个印象不行啊 原来是全球北方 现在变成全球南方了 一方面是被逼的 另外是整个市场的资源 也都在这边 我这次在土耳其遇到了 好多在华为工作的人 他们在非洲的 他们在非洲的攻城掠地 在这个所谓的 拉丁美洲国家的攻城掠地 甚至于在整个东欧地区里面 原来的讲 只要不打压能发展 全部尽全力发展 所以全球南方的概念的发展 其实说明了一件 很悲惨的事实 就是世界的发达的国家 对中国的影响都不好 重要的企业都不在中国投资 然后他们基本上要把中国 又排除在整个世界 经济发展之列之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一定要自列自强 三中全会针对经济的发展 打算反腐的加强 以及全球南方的认知 这三件事情说明 这一届的三中全会 也从今天开始 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说明 今天中国人终于承认了 我们又走上了一条孤独 而且漫长的道路 哇 又走上 又走上 呃 院教授提到的这个 我觉得我很有感触啊 这一次我去看了反华媒体 统一都在写 中国经济怎么样差 三中全会是在一个水生火热的 状态当中展开 但是又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在摸着石头在过河 当你不带我们玩的时候 我们重新开辟一条道路 就是要中国特色的这个道路 我们揪进来看看 比一比谁会走得远 谁会走得更坚实 对对对对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 要有信心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你看这前阵子我不太了解 现在讲说对四十多个国家 开放144小时的这个观光品签证 是的 他就说明我敞开大门让你看 你爱来不来随便 但是我门打开让你看 以前我们是人家不要我们 我们也不要人家 大家各过苦日子 那现在不一样了 我最近刚从山东回来 我从四川回来 四川好得很啊 我都不乐不 人家什么乐不思索 我都不乐光思索啊 对对对 这感觉上很不一样 对啊 就好得很 就是你要有信心 虽然这一条孤独 而且漫长的道路 但是走到最后 终于光明一出来的时候 就剩一两个大字 就在眼前 对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可以跟院教授分享一下 中国已经把这个 144小时的入境的地点 又扩展 又扩展了 好像到了57个 所以可以看到 中国的开放大门 是越开越大 而且特别是在选三中全会 开幕的当天 给你来宣布这个消息 node 这问题 因为偵召 如此